玩具箱嗎 對啊 喔 磚子對不對 還有各種的那個 這個一百萬 這個東西要一百萬 屁啦 四萬塊 還有加上一個這個東西啦 來 放在... 放這裡 這個要一百萬 怎麼看都不像要一百萬 這一台一百萬 你告訴我一百萬在哪邊 這一台 裡面的軟體啦 好 那你跟人家講 我們要變我們外行 你跟人家講這個軟體要多少錢 現在不是有一首那個什麼 台灣房屋有一首歌 就是那個什麼 在那個世伯那一首 它就是整個用這個做出來的 但問題是你做不出來啊 我在學嘛 怎麼會有做出來一天嘛 學好就有新款出來了 而且在飛機上面都有用 因為小鐘他也想買 小鐘有買 有想買 買一百萬 他的是這一台的上一代 因為他下載A片就把它抄換 喂 對... 專門download用的 download用 我看得算喇叭很好啦 沒有 小鐘買那個軟體是為了 讓他自己變成硬體啊 你可以隨時隨便 不管 這樣無聊而已 得分 得分 把那個軟體是為了要變硬體 得分 買多久了 只有幫紅孩兒的主曲剪接過 然後馬國賢還說不OK 我跟你講 他說 幾年前啊 20年前啊 沒有上個月 因為我們是在想說 把一些以前的東西 重新再REMAX過 然後客人說我會 我買了一台新電腦 然後花了百萬買軟體 我說我剪出來一定很棒 結果後來他花了大概一個晚上剪出來 我一聽啊 我當場把錄音帶丟在地上 沒有沒有 不是在放在裡面 我把錄音帶丟在地上 我說你剪什麼 爛東西 一百萬一剪出來這種東西 你敢拿出來賣喔 我覺得 我又沒收你們錢 結果後來我又另外找老師來編 紅孩兒那個團體很小嗎 所以你現在的定位是 我現在的因為是 到谷底準備走上坡的藝人 是諧星嗎 還是 我希望能夠變成一個音樂人 音樂人 自己編 OK 總有一天會 菁姐 其實他裡面的音樂 我們剛才後台有聽 真的還蠻好聽的 對啊 有些還不錯 而且他那個音響其實真的很好 他這個會不會現成就有的 都逛好 我真的都不是我彈的 都是他自己的 所以說囉 他就是買來就灌在裡面 他也有音色是自己編的 譬如說我上次在那邊唱那個 中國風啊 他就是用這個編的 他就一次配唱就解決 不用花錢載到錄音室去 所以你有什麼想法可以完全把它 所以我們可以找你囉 對啊 妳可以找我啊 收費嗎 那你錢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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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癡喔 什麼時候才算的回來 不是 我消費了他的友情 他意思本來是說 我們的友情不用收錢這樣 那同樣的問題你問我啊 那如果我要出張片 我找你幫我編曲 不是這樣 對啦 對啦 做死手就回本 上次教你彈鋼琴三千塊要記得給我 對不對 好 NAS 對啊 來 馬文綺 請坐 這個也是過分 沒有啦 我真的很節省喔 我應該沒有什麼事情讓你們可以插出來 馬國賢 對啊 馬國賢 我說實話 你通告真的很多嗎 我真的很少啊 所以你看我稍微才節省 你又很貴嗎 我沒有很貴啊 我很便宜啊 你跟小鐘誰貴 當然小鐘貴啊 小鐘綜藝走比較久啊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拍戲 那我問你啊 但我戲比較多 好 既然是這樣 你會不會為了賭氣 花超過100萬的事情 怎麼可能 我又不是婷婷 我怎麼可能會為賭氣 花超過100萬 會不會因為人家笑你 你花超過100萬的事情 更不可能啊 我常常被人家笑 我就不好笑了 我怎麼可能對不對 你覺得呢 不可能啊 姐姐 真的我很節省 不可能人家笑 你覺得呢 真的不可能啦 你告訴大家 如果說被我們查到查封喔 我跟你講 如果查到的話 查封 查封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你自己還超過100萬喔 那我想一下啦 100萬 你那房子沒有超過100萬嗎 房子一定有超 房子沒有超過100萬怎麼住啊 你現在都超過100萬啦 紅孩兒男過美人觀 各個都是冤霸頭 那我問你 小鐘除了房子 有沒有超過100萬的東西 一次出手 小鐘一次出手 除了房子之外 還真沒看過耶 小鐘耶 小鐘有沒有車 小鐘有車 可是小鐘的車很便宜啊 小鐘車才 七 八十萬吧 對啊 那我問你 那你是什麼車 我的車是 呃 欸 我是日本車 他每天都在換車 你現在換什麼車 真的假的 他一直換車 他一直換車 我跟他拍戲 我跟他拍一部戲 我們拍了四個月 我換兩部車 他換三部車 喂 哪有啊 你不要配垮車 有啦 我不懂你們藝人的錢怎麼來的 我沒有到換三部車 你們錢怎麼來的 你們本來就三部啊 沒有 因為買中古車很便宜啊 日本車喔 嗯 什麼顏色的 國賢哥以前是在賣車的 這德國車啦 什麼顏色的 你的日本車什麼顏色的 我日本車黑色的 喔 黑色的 來 菁姐你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查到的證據是什麼 欸 這是日本車耶 哪一家的車 這最好 這個車啊 我換殼 我換殼 這車我換殼 我去改殼 你在睜眼說笑話 說它是三菱啊 我改殼啊 真的很棒 三菱你找個籤啊 然後貼那個皮牌的那個台 找一個籤 OK 說 你這台車怎麼來的 說 說 說 為什麼會有這台車 為什麼要換 在這我改殼 是不是曾經有哪一個藝人 笑你之後 你就覺得 你面子掛不住換了這台車 有沒有這回事 你這樣子是有在勾起我一點回憶的 我是有慢慢在恢復記憶當中 這個多大的車 這個是中型房車啦 多少錢 這一台 你還說謊 200出頭 說為什麼換這台車 真的有金金那麼好嗎 這是女朋友買給你的 不是 我自己買的啦 你自己買的 對啦 那為什麼願意出手 一次就出那個200多萬 我真的有苦衷的 我買這台車我真的很不願意 因為其實 我一直以來 我都是很喜歡開日本車 因為輕 便宜又好開 我買這台我真的是被逼的你知道嗎 被誰 因為有一次 今天聽我威威道來 因為有一次我去吃 我們去試探考跟圈那一些藝人 因為男生嘛 我們一票男生 後來吃完之後 我們就在門口坐在那邊聊天 開始聊車子 後來突然一下康哥啊 小康 董康 他就問我說 馬大學你開什麼車 我說 欸 康哥 載車是我的 他就看一下 蛤 怎麼可能 我說我 我說我哪有開計程車 我說 好傷喔 是不是很受傷 那一秒有沒有非常受傷 我就是突然說 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說我開計程車 你怎麼知道我真實的身分 就是 但是你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嗎 我覺得他是開玩笑啊 他沒有啦 當下我真的覺得他開玩笑 他怎麼會開玩笑 那根本就是計程車的品牌啊 真的嗎 對啊 土佑他嗎 不是 對啊 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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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土佑他 對 後來 康哥講完之後旁邊又有一個 叫做高山峰的人 就在旁邊又補了一槍說 對啊 郭全哥以你現在的身分地位 你怎麼會開這種計程車呢 你是什麼身分地位 一個是開玩笑 一個是山峰啊 對 可是你請問一下 你是什麼身分地位 他就說我現在的 就是說算是大家都知道我 所以你就應該不應該再開這種車 可是我 他就知道你沒有很好啊 為什麼要跟人家 可是那時候我就跟他補了一句說 你不要小看我這車 我這車雖然說是大家 計程車都在用 可是我這次是頂級喔 那康哥就補了一句說 對啊 你不過就是頂級的計程車司機嘛 我跟他一聽我就很氣 那要開玩笑啊 可是我反而 你不知道在開玩笑嗎 你不懂嗎 我一直以為他開玩笑 但是他後面後續一直開始 就不停的一直在罵我 我就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為什麼把錢浪費在這邊 其實你這個錢 因為我是買新車嘛 那台車 他說你這個錢其實已經可以買到 很好的不一樣的其他的那個中古車 那也就是說你因為賭氣 所以花了兩百多萬買這台車囉 而且我後來找到一台 可是我後來比較一下之後 因為這個車那時候我買 我記得有扣一個貨物稅3萬 還有零利率 加一加起來 那我覺得跟買中古車差不多 所以買新車 沒有買新車啊 為了一口氣就會買人新車 可是我買下去我好後悔喔 為什麼啊 因為壓力蠻大的 你是繳輕啊 還是貸款 貸款 你要幫我打一下 你要打是不是 貸款 這個車 你覺得以現在馬國賢的收入 買這個東西會不會太衝動了 如果會的話 這位你什麼時候買的 去年喔 去年 有沒有換鋼圈跟冷胎 有啊 你原本就覺得很醜啊 他看得出來 還改車 他看得出來 開玩笑我裝著玩車 對啊 他有改大包 對啊 改大包花了多少錢 有沒有包AMG 原廠的對不對 AMG 對 AMG 攝影機對不對 他有改大包 這邊有改掉了 下面有改掉了 這裡 這邊都改掉了 你怎麼那麼輝瑞啊 你啊 難怪我覺得這台 是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 據可靠消極 他還有更輝瑞的 還有啊 不可能啦 我們有現人爆料 這台已經很讓我心動了 不可能再有 等一下 對 這200多 再加你改那個總共多少 250左右 250 就可以直接買 SEL開心的 你買你改在幹嘛 好浪費 我後來才知道 改冷鏡 然後改大包 真的很花錢 好奇怪 那個你賣掉是不算錢的 不算 對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 而且你也寫不出歌來啊 對啊 你會嚇我 對啊 他先肅靜 先不用急著下定論 因為他還有更過分 怎麼可能 有 不可能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人爆料 我不想 他有這麼有錢 有 有 我們來看一下 馬國賢這麼有錢